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看一下第12局的最后时刻 罗伯逊翻进黄球 刚好超了10分 如果对手想要逆转的话 那么需要三杆斯诺克 此时赫吉尔自然是还要抢周下 毕竟落后的局数太多 而且罗伯逊已经是准赛点 三 谢谢 7 因为刚好是超10分 所以赫吉尔就算用篮球来做 两杆斯诺克后就是延分 要么做三杆 要么两杆抢黑球 三杆斯诺克后就是延分 三杆斯诺克 羅伯遜則是毫不猶豫,走起刀落,彪近眼牌,直接斷了赫吉爾的念頭。 比賽來到了第13局,此時反過來羅伯遜落後了9分。 不過好在桌面最低分是籃球,他只需要兩桿斯諾克分數就夠了。 正因為如此,羅伯沒有放棄,足足磨了10分鐘。 我覺得它是5分數。 是榮尔路伯遜5。 i know you what bro h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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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咳咳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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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罗伯迅一直不认输后 很多球迷纷纷声讨罗伯 认为他此举有些过分 正是故意在消磨对手的意志 报复对手上一局的行为 其实这在冯凤看来完全属于正常 首先规则上完全允许 罗伯迅没有违反规定 其次只需要两杆索克 逆转的希望还是挺大 完全可以尝试下 第三作为职业球员 到了赛场上自然是一切为了胜利 不想打胜仗的那能叫好士兵吗 之所以罗伯迅被部分球迷声讨 不过是因为刚好他已经拿到赛点 并且领先的局分很多 所以大家才掉头支持赫基尔 谢谢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客人的朋友们的送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 关注